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观测站 我是胡婉玲 那么就在这个礼拜五 美国开始对中国2000亿价值美元的货品 提高关税从10%提高到25% 这一个举动其实全世界都在观望 不是只有在财经市场 其实全球通通都在观望 那么这局势为什么会这样急速升高呢 怎么样一个解套 对全球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共同关心的 来 为观众朋友介绍 今天出席我们现场闺宾 顺我周围宾人介绍 我们首先介绍是中经院经济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 严副主任 欢迎您 主持人好 以及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继续我们邀请到是财经专家吴嘉隆 吴教授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资深媒体人卢彦丽 胡博社好 大家好 其实很多人讲说谈谈谈谈谈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感觉上是状况拉升 事实上就是情势急转直下 从法治面的观点来看 因为大家一定理论上 大家都不想要走到这一面 但是会这样子走 是卡在什么位置上 什么问题上面呢 我们副主任 就目前刘鹤现在已经出发去 这个美国要进行谈判 虽然晚了一天 比预期的是晚了一天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想就是看起来 像有一些资讯显示出来 就是基本上美中贸易的协议 预计应该是要有150页左右的 一个文本出现 但是我们里面包含了七个领域 可是这七个领域看起来就是 中国应该都有撤回一些承诺 这个是让川普勃然大怒的 一个主要的因素 但是就是说 但是我们据了解这个撤回呢 实际上是习近平拍板定案的 所以这听起来是通常川普动作 说话比较大声 但是现在看起来 中国的小动作比较多 对 所以他确实是有做一些 让川普觉得他反悔的一个行为 但是因为我们看到说 刘鹤虽然现在已经出发了 可是因为这个决定是习近平所做的 那刘鹤现在去两天 恐怕也很难提出一个 让美国会满意的方案 所以看起来这个情况 然后特别是我们也 我们从资讯也显出出来 就是刘鹤现在基本上 他只是一个纯粹谈判代表 他已经没有像过去 有习近平所谓特使的这样一个头衔 所以意思就是说 所有谈回来的结果 都还是要由北京来定案 那这个时间上应该也是来不及的 如果照你这样讲 就是最这个接下几天的谈判 也不代表不乐观 我个人觉得应该可能破局的机会 也会比达成协议的机会是要高的 好 那到底是要了什么东西 会让中国觉得不能够妥协 是美方要求的太多 还是中国就比较灵活 就觉得不想就范 这是涉及到谈判策略的问题 那么这里有一个谈判末期效应 现在因为美方说 可能在两个星期后达成协议 就可以来比如说达成协议以后 最后文本文字还要中文英文 还要做最后的敲定 也可能就是可以在这个月内来签协议 那川普也一再表达说 如果能够有协议签的话 就会有川席会 那么现在很明显 就是中方算是环悔 算是变卦 而且在七个领域 就是七个章节里面 涉及到以立法的形式 来把美方的要求 以这个法制的形式来进行的这些承诺 几乎全部都推翻 那么对美方来讲 等于过去十个月的谈判 前功尽弃 所以川普了解这个情况以后 立刻做出反应 他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东西 因为习近平的环悔 等于伤了中方在谈判上的可信度 英文叫做credibility 你等于说从此以后 美国要如何相信你的承诺 那莫其效应 那反过来讲 美国的要求 是真的每样都那么合理吗 美国的要求 坦白讲是合理 我针对你这个回应来说 而且它其实对中方来讲是有好处 为什么 因为大陆内部 中国内部有一些人把它说成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川普是改革开放的总倒逼师 就是倒逼中国去做一些必要的改革 因为你不能 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规模变大以后 你不能一直用窃取别人的技术 而是必须自己来做原始创新 所以保护智慧财产学 对中国经济常年来讲是好的 不要以前我们念大学里面念教科书都是翻版 可是我们自己的书给 写了书给大陆翻版以后 我们就知道痛 就是说中国将来终究要靠自己的自我创新 来维持它的科技优势 而不能老是靠窃取 所以美国要它立法来保护智慧财产权 立法来开放市场 立法来不要用强迫性技术转让 比如说还有立法来规范补贴 不要用国家来补贴 国营事业来跟别人的民意事业竞争 所以有这些不公平贸易的问题的话 美国提的要求是比照 世界贸易组织里面各国在适用的游戏规则 那现在是因为当初中国不是以市场经济体 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可是世界贸易组织是市场经济体的国际组织 那么接连的美国没有给中国市场经济体的地位 欧盟现在也认为中国不具备市场经济体的地位 你知道这个玄外之音是什么吗 这个玄外之音就是中国可以被踢出WTO 因为WTO是市场经济体的一个国际组织 你现在没有这个资 那当初是怎样 当初是你承诺了很多结构性改变 然后需要时间好给你15年 所以2001年11月敲定 12月政治跟台湾一起入会以后 然后大家就说给你15年的时间去调整去转型 结果你现在没有做到 所以美国现在的要求其实是回到WTO的时候你做了承诺 好我们也再继续追一下这个严副主任 因为你们是经济法治研究中心 也就是对于他们这些谈判的双方的条约条件 应该你们都盯得很紧 因为这可能连带影响 我们台湾就在周边 我们一个对美国也友善 对中国也非常的亲近 在财经上面 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的评估下来 这个是走向破裂 这是必然的走法吗 是理论上 我们当初的评估是认为说 实际上如果在没有这个转折之前 应该是美中贸易战确实可能在5月底或6月初 可以达到一个成果 但是它只是一个暂时性的落幕 但是因为很显然是因为习近平 现在有所倒退 而这个倒退本身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这些倒退的内容 可能是因为来自于 他中国内部的压力 导致他必须要去反映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川普在他的推特里面又讲了 他的意思是说 中国现在对他的连任 实际上是不乐观的 所以中国想要去找一个 未来是更软弱的民进党 民主党人来做进一步谈判 因此现在才把这些 本来已经说好的谈判成果撤回 那刚刚实际上 也补充说明一下 主持人刚刚提到了 就是说 到底现在美国提出这些要求 合不合理 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中国目前 他对于很多的 2025制造的补贴政策 按照WTO的规定 他应该都要通知WTO 这是最起码的透明化义务 可是现在他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他对像 半导体的大基金的这些补助 都没有通知WTO 那他的主张是说 因为这不是政府的补贴行为 那特别是我们也知道 很多2025的制造的补贴 实际上不是中央政府在做的 都是地方各省政府在执行 这些内容完全在WTO 完全看不到任何的资料 所以就是说 美国希望中国你至少要落实 这些相关的义务 所以这些内容说实在的 美国只是提出一个 比较合理的要求 因为就是有很多WTO 灰色规则的部分 那中国就是有点滥用 这些灰色的地带 然后再 可是他又搭便车了 因为其他国家 实际上对他是很自由开放的 所以现在就是美国 想要去纠正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面临这个情势 当然讲到川普向来 这个大动作 都会让人家觉得 也常常传述大家想说 那你下一任 我们可不可能有下一个 另外一个总统 所以可不可以 情势可以改变 那川普这样的怀疑 好像还蛮合理的 就是说你们都不支持我 就是想要等着 看下一位总统跟你们谈 想拖着这样子 但是真的 如果这个状况 现在急转直下 也就是说 那这惩罚上路了 这部分 这也是才部分 其实还没有说完全凝结了 那你这个这样子 中方可以怎么回应呢 其实再怎么说 第一个受伤的首当其中 还是中国嘛 对没有错 那事实上我先叙述补充一下 前面两位嘉宾的一些 相关的一个内容 那事实上我想 其实过去这一年多 大家可以很明确的看到 就是中国他们采取的一个战术 战略就是拖 反正呢 我表面上呢 可以呼应一下 美国的一个要求 可是实际上呢 我愿不愿意做 那就是应该一回事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嘉宾提到的 反正呢 那万一川普你这个没有连任成功 我换了另外一个总统的当选人 也许他更好讲话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就还要这时候 还要拖一年半以上 对 所以其实中国他们原先的一个打算是呢 反正我就采取拖延的一个战术嘛 可是各位不要忘 川普毕竟不是吃素的嘛 他在商场上综合这么多年 他也知道说 中国采取这样的一个战术跟战略 那我要怎么样采取一些因应的一个措施 那事实上其实 找到今年过年之前 就传出中美双方 他们要签所谓这个七项的MOU 很有意思 这七项里头就是 刚刚两位嘉宾特别提到的 其中有一项呢 就是针对制裁权的保护 那我个人就很好奇啊 就仔细去看啊 其实也没有谈到什么 制裁权保护的相关的具体的一个细节 那我想这个美方他要求的一定更多啦 你到底呢 这个法院这个判决下来 那到底是有多少人组成这个法院 那这个判决下来之后 你们要怎么样去执行 在MOU里头 统统都都没有看到 那其实大家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么多年来台商在中国 有任何的一个 商业上的一个纠纷 我们台商很少是赢的 也就是说呢 法院是中国你们家自己开的嘛 那就算你成立了 你在MOU里头谈说 我要成立一个专门 智慧财产保护权的这样的一个法院 可是你到底你具体的实行的一个 策略跟方法是什么 我想美方应该有些要求 那这个部分一直是到目前为止 比较卡关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中美他们会这样的一个破局 坦白说 我觉得不会让人太意外 也就是川普目前看起来 吃了秤活 铁了心 中美贸易大战继续打 而且只会打得更凶更狠 那我们看到这几天 其实这个中国的媒体 有一些放话的一个消息出来 就是不排除 他们会有一个强力的一个反击 可是坦白说我也很好奇 能用什么反击 到底能用什么反击 对 上架的大哥就很清楚 你是要继续卖美债吗 你卖美债也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其实你之前一年前已经卖了 然后最近这几个月又回补 因为美国公债毕竟是全世界目前最安全的一个资产 那当这个全油股市有些动荡不安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大笔的资金就进入了美债 所以我实在不知道中国大陆 中国他们现在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可以回击 顶多又是说 你们的农产品啊 我不买啊或怎么样怎么样的 所以我想还要再持续观察一下 很多人还是寄望于刘鹤这一趟去能够解套 那您的看法呢 待会加养大家可以陪补充 我不认为会有任何解套的一个最具体的一个成果出来 因为如果该解套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呢 你该解套就解套啦 怎么会拖到现在 那在这个川普在推特发表之前说 我们这一批2000亿每年的关税从10%调高到25%之前 真的全球股市都认为这次的协议应该是成功了 而且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 川普他还压了一个日期 他说5月10号协议就要达成了 所以呢大家都觉得5月10号明明就要达成 可后来没有想到川普又在推特上面说 没有这个中国没有呼应我们应该有的一些这个想法 所以呢决定把这个10%调高到25% 甚至川普又说了 如果说你不再按照 就中国不再按照我们的一个要求去做的话 最后一批去年的金额应该是2600 可是因为中美购义力差又再度扩大 所以呢这个金额已经是调高到3000亿美元了 所以川普又说如果说这次你不再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回应的话 只有可能最后一批3000亿美元的关税 我们还是要上路 那这样的话真的是会造成全世界经济动荡不安 因为这个概念就是 等于你中国卖给美国一年5000亿美元的东西 通通都是25% 这件事情我觉得中国其实他们已经在做杀盘推演了 这样看起来因为惩罚一旦上路 是不是这代表真的这个战争就是已经火燃起来的 怕不会死了 我们看表面上好像是川普在变脸 其实不是嘛 因为是习近平先变嘛 那我们我刚刚讲的谈判的末期效应是说 谈判过程中有一些话题 有一些议题先压着压着 等到说快要结束了快要准备要签协议了 突然间抖出来 然后呢对方可能说再翻脸的话可能就签不成 所以对方可能就吞下去他在赌这个末期效应 习近平在赌川普为什么呢 他这样第一个就是我们看清楚习近平或者中方的盘算 第一点就像刚才提到中方一直以为川普要拼连任 必须跟中国签一个协议来当做政绩 没有这回事他这个是误判 第二件事呢人民币贬值 比如说5%到7%可以抵消关税那个10% 所以他觉得中方的承受也受的打击其实没那么大 因为用人民币贬值部分的抵消了关税 这第二点他的考虑他其实没有了 第三点呢关税的分摊 他发现其实关税是进口商去交 然后进口商可能会吸收一部分 然后可能要让还用一部分给消费者 所以其实他认为是美方在付关税不是中方 或者说反过来讲中方的打击没有 承受了冲击没那么大 再来下一点最近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川普最近一直在骂联准会 说他应该要降息 然后中方说如果你美国经济像你表面上 那么好的话你干嘛一直要联准会降息 然后在川普在要联准会降息的论述里面 那个推文里面还提到 说中国在加大刺激经济的力道 他们的利率很低 我们干嘛一直升息 他讲这个话以后让中方觉得可能 美国经济没有表面上那么好 这个时候可以偷袭 再来中国自己的第一季的经济数据不错 然后他觉得底气不错 可以堵一堵堵一把 那经济数据好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什么 是提前下单 就是厂商预料到会关税 所以可能要出的赶快出 所以会可能可能会出现这个去年第一季 跟今年第一季会有一些好像特别好的一个数据 但是其实这个是提前下单效应 最后就是他有一个民族主义陷阱 习近平如果让步 可能会被国内解释为丧权辱活 屈服 可是他如果不让步的话 美国经济打下去 他最后经济如果真的受重伤的话 他还是得受伤 所以他这里川普给你两个东西 你在谈判座给我投降 什么叫好的协议 就是中国投降的协议 好 你投降 要不然开战对不对 强硬到底对不对 然后经济受伤以后 李习近平还是得投降 我就给你两个选 就这样子 好 那结果问题就来了 这个受伤是谁受伤 就是真的是中国受伤 还是美国不受伤 美国会不会也受伤 所以所谓的受伤 简单讲有实质面 这实质面会影响到哪些层面 还有一些市场信心面 就是说整体来讲 你看这个礼拜五还没上路之前 我们就看到其实以美股上上下下 第一天没跌多少 这个地方也是狂摔 其实事实上可以看到 这个变动很大 那中国也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是不是都是 谁可以从中获利 或者说谁是真正这里的输家 我们稍微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好像讲这个美中贸易战 进入另外一个层次了 之前都是类似信心面的喊话 还有是风向球 锈道 所以就已经产生一些波动 可是现在真正进入了这个关税的提升 其实它是要付出相对的成本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会出现什么状况 几个现象 也就是说就跟海啸来的时候一样 会出现几种状况 一定会有一些现象 我们还不要谈 像刚刚这个川普说 极有可能最后一波 这个3000亿美元的关税可能会上入 我们先不要谈这个层次 就目前的2000亿美元 这个关税从10%调高到25% 那一般的 我看很多的这个外资分析师 一般预估说中国的GDP 只有可能因此掉0.2到0.3个 一个GDP的一个百分比 所以我想中国的经济 确实会受到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冲击 那当然对美国来说 美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一个影响 因为当你的这个产品 就是关税增加了 那有一些这个民生必需品 那当美国民众想要买的时候 想要消费的时候 产品的物价一定是会上扬 不过我想对美国来说 他们也是有各方面的一个评估 那毕竟呢 这已经就是说中美贸易大战 它不是只是牵涉到关税的问题 那包括我们节目里头之前也讨论过 就是它其实是包括到一个 这个全世界科技的一个 5G领导的一个霸占的一个位置 还有资安的一个问题 所以其实对美国来说 他们希望的是 借由这次的一个中美贸易大战 一次彻底解决 他们在乎的这些相关的问题 就是我刚刚说的 不仅是这个关税的问题 还有贸易逆差的问题 还有在科技上面 在5G上面 在国安 在资安上面各个层次的一个问题 我想美国它做的一个打算是这样 也就是说 虽然它很清楚 这次中美贸易大战 七伤权嘛 中国会受伤 我美国的经济也会受伤 当你的七伤权出去之后呢 我的利益评估 这个利弊 我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评估之后 它很确定它就是要这样子去做 所以其实当然对美国来说 因为它已经有做过一些评估了 看起来呢 这样的一个中美贸易大战 应该会是持续去进行 那不过我老师认为就是 其实从全球股市来看 那因为全球股市已经处于一个相对高档的一个位阶 所以不仅是美股 然后当然我们看到路股跌不是特别重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全球股市都会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相关的一个影响 那更不要说实际面来看 台商市过去这半年一年也在做一些其他的一些转移 有些资金两千多亿这个已经回到台湾来 那有些是前进到东南洋 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布局版图的挪意 它其实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好 我们请教副主任 我想中金院是不是也就当初有在掌握评估 所以一旦这个开战进入这个状况 哪些面向会出现呢 比方说原本从真的跨入第一季 看到中国的经济大概一般的预估成长率 都稍微再略调高了一点 现在看起来都没有了吗 现在目前就是中国的那个经济成长率 大概在维持在6或6.1% 那但是呢国际的这个组织 或者美国的智库实际上有做过评估 就是中国实际上它的所有的经济预测呢 平均都要再减1.6% 才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数字 可是如果现在美国又继续开打的话 要再往下减1.4% 所以就是说中国这些 原本看起来是6%的经济成长率 大概就是要扣掉1.7%跟1.4% 才会是它比较接近它接下来 可能的实际上的数字 可是除了中国自己本身的这个 GDP的成长显然大幅要下修以外 我们也看到OECD对全球经济景气的这个预估 也是从去年5月跟11月 它分别发布了两次的预测报告 在11月大幅的下修 它在5月的这个预测 那5月到11月之间 当然发生的大事就是美中贸易战正式开打 那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整个国际组织 对于整个美中贸易战 如果持续的这个产生的话 全球的经济一定都会受到这样的影响 所以全球都受影响 当然人家说最直接正面的两个主角 到底是你的肩膀硬还是我的手背出 那其实也有人评估说 这个在整个的到大选之前 美国应该也不会希望 整个的经济状况不稳定 这是当初大家盘算的 就是说至少应该川普也会想要去向稳定 应该有助于他的连任 那看起来呢 你们这评估下来 到底是谁会占上风 现在因为我觉得川普 现在会做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工作 主要是因为2019年第一季 美国的经济成长率是3.2% 竟然还高过他原本的过去的预期 那因为过去预期大概只有2.9%左右 所以他现在表现是蛮好的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让川普觉得他有信心 可以继续往下打这个美中贸易战 所以这个应该是就是中国本身自己的经济在下行 可是美国现在看起来并没有像当初那么悲观 所以给川普足够的武器去继续做这件事情 特别是当他宣布说他要继续严惩这个 就是要提高关税的情况之下 本来基本上是他的这个对立面的民主党的参议院党魁 还给他充分的支持 说你要继续坚持下去 对于中国强硬是唯一的方式 所以这种跨党派的共识呢 我相信给川普一个很强而有力的这个后盾 敢不敢全面真的真的开战 就是他表面他还讲点客气话 但是事实上因为大家可以互相使出的 美国可以使出来是关税 但其实还有其他东西可以调整 我们记得这一两年前 中国就曾经用人民币贬值的方式 造成世界的一个动荡 很大的一个震撼 那其实还有就是降息 也不是只有美国的降息 大家会注意到 最近新兴国家有几个 可能都可能采集联动式的 大家在降息 也就是说其实花样可以很多 如果真的开战起来 毁灭是大家 你一刀我来一战 这个都可能的嘛 有没有评估过说可能 后面会有什么样的 一波又一波的动作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贸易战 目前有四个梯次 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第一批500亿美元 25% 那个是针对科技产品 然后川普说 即使签了协议 这个500亿的25%关税不会撤销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 我跟你谈了协议谈了半天 你这一部分没有撤销 所以后来卡在什么地方 卡在说 我中方如果签了协议之后 你美方的关税什么时候 什么时间点要撤销 那川普最后回答是 2025年 为什么 因为我要看你签了协议之后 有没有履行协议 因为你过去有太多不履行协议 言而无信 有法不一的这个记录 所以他说等到2025年 如果你有履行协议的话 那么全部的关税才会全部取消 所以第一个梯次是那500亿 第二个梯次是2000亿的10% 第三个梯次是2000亿的25% 现在已经到第三梯次 第四梯次是后面 3250亿美元的那个关税 直接跳到25% 那去年本来说的数字是2750 现在多了500 就变成3250 那就是说涵盖所有全部出口产品 中方的产品都要刻 其实这个是川普真正的底线 就是要对中国对美出口 全部刻25%关税 然后呢 重点是这个关税税率以后 还可以再提高到45% 本来这次要刻45% 后来人家把他劝一下 说不要这样 所以才25% 我说谁说税率已经停在25% 还可以再拉高 所以从这四个梯次来看 这一次第三个梯次 这个25应该不会取消 为什么 因为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是针对中方在谈判过程中 自毁长城 伤的可信度 你可以这样玩的话 那我以后跟你谈什么 怎么算数 他现在是因为到了末期了 我翻脸你可能会吞下去 这叫末期效应 谈判的末期效应 那可是这个赌错 习近平赌错误判 那美国的经济 像刚才讲的 第一季的数据是3.2% 比预期的2.3%高很多 而且还有个重点 美国的经济周期 就是季节性的周期 第一季都是全年最弱的一季 二三季拉起来 第四季持平 所以今年的经济成长 本来被国际组织一直下修 可能美国的部分 也不到2.5% 现在看起来可能会超过3% 那即使这一个礼拜 这个动作之后 依然你就还是可以维持相当的容景 应该是 因为什么 因为它的失业率也降到50年来最低 3.6% 那个就业市场崩紧 工资已经到了3%以上的成长 工资成长幅度 你要知道就业市场如果崩紧 没有崩到工资会成长的话 坦白讲这个崩紧都不算数 现在终于看到美国的工资成长 实心成长已经占上3% 那门槛是3.5% 到了这个以上的话 就足以推动通稳回到政策目标的2% 现在居然1.3% 你2%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对美国来讲 现在是什么 有强劲的经济增长 没有通膨压力 这个情况下 不打贸易战什么时候打 所以觉得美国觉得 现在很有资本可以打这个战争 当然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一定还是会问一下 因为我们跟在经贸上面 跟中国的议程度非常的高 当然说对台湾怎么 有人说我们是也可以 某方面来讲可以成为获益者 某方面来讲可能连带波及 那么状况会怎么样演变呢 最近突然冒出了 当然是政治人物喊出来什么 自经区 那就引起各个节目的 大家都在探讨 不过大部分都是从政治层面 去做考量 很多的口水战 我们稍后回到节目 现在我们听听我们几位专家 从财经面来讲 台湾真的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稍后回来 这美中贸易大战已经开打了 现在这个状况 但这两天大家都很理所 当然就问 那对台湾的影响呢 那台湾怎么办呢 尤其我们在这个 这些就是两大经济大国之下呢 有时养人鼻息 出口也要大量到美国 然后很多的养成 这个原料啦 很多工厂都在中国 那所以这状况呢 对台湾的影响到底怎么样 我们也先听一件事好吗 我想其实这一次 就是中美贸易大战之后 事实上在一年多之前 那正确来说应该是更早 因为中国的一个整个经营成本往上了 然后包括你的人力成本往上 你对环保的一个要求也更严格 所以其实很多的台商会认为 其实当年他们前进中国的 这个优势已经不见了 那所以其实这几年呢 台商确实一直都在测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数据 都告诉我们 台商在中国的一个 投资的金额跟比例 其实大概已经是历年 八到十年来的一个 最低的一个水准 那台商当然他们就是在测的话呢 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回台湾 另外一个方向去东写 那事实上比较有意思的是说 很多很多政治人物 他们会认为说 台商这次回台湾 就是因为不知道要去哪里 或者是说回来台湾之后呢 就是因为政府有提供一些 相关的一些优惠 所以他们就也顺便回台湾 那事实上也不是这样 因为这一波 这个回台湾的资金最大咖 就台达店 台达店这几天终于承认了 那你详细去看他的发言 我觉得有一段非常非常有意思 台达店呢 一方面就是他其实加码了泰国 可是他另外一方面呢 他回台湾的一个金额 大概是将近500亿 台达店他就特别说 他说呢 其实他们这一次回来 是因为呢他们有一个重量级的客户 跟他们说 如果说你们继续 就他们的产品继续在中国生产的话 恐怕这个产品资安的部分 会被植入后门 意思就是说 极有可能呢 我的这个资安的问题呢 会引发一连串的一个 后续的一个效应 换句话说 有些台商跟台达店一样 一方面是主动在做盘算 另外一方面是客户强烈要求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认为台商回台湾的 这个加速跟金额 只会越来越多 那只是呢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政府怎么样去引导他们 回台湾有一个 更具体的一个投资 然后借这个机会 帮我们做一个产业的一个升级 促进我们产业的一个转型 我觉得这是现在 刻不容缓的一个问题 同时其实我在很多节目 包括我们碰到很多的一个 政府官员的时候 我都会特别的建议 他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很多台商朋友 他是中小企业 他们现在在中国资金测不出来 他们也想测 测不出来 那他们呢也想 就是说一方面想测 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有的也想前进东协 呼应新南向政策 可发现说 其实有些产业在东协 已经竞争非常非常激烈了 他们也想要做转型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 政府可以给他们 更多的一个协助室 给他们一些咨询 给他们一些建议 让他们可以顺利的 做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个升级 或者是说 如果他们真的要测的话 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个方法 对 好 那这个礼拜呢 同时也吵起来的话题 就是说成立自信区 那其实来自 各方的政治表达意见 都不太一样 不过我想请教 就来自于中经院的评估 我们其实在各个执政时期 不同政党的执政时期 他们都提过相当 尤其我们早年本来就有加工出口区 然后后来引申出来的类似的概念 或进一步的再扩大了一些概念 什么自由经济示范区等等的 每一个朝代大概都喊那个口号 都干到后来 也不知道那个看到到底到哪里去 真的有没有成型 那现在在谈的 在现阶段以台湾的经济要发展 还需不需要这个东西 从我们中经院的观点 自由经济示范区 现在这一个词 就是因为被简化满天飞 有时候叫自贸区 有时候叫自经区 还有各种名词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要比较精准的话 就是用国民党 它现在党团所提出来的这个条例 所以它明确叫做自由经济示范区 可是因为现在很多人讲话 就过于简化 就叫自经区 反而漏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名词叫做示范这个意义 所以自由经济示范区 当初的规划是 示范的效果是很重要 所以什么东西可以纳入 自由经济示范区 是必须它的内容有可示范性 那我们既然说 它要示范的意义的话 意思就是说 示范的结果可能是成功 但是也可能是失败 所以像现在 就是重点在示范 不再拉抬我们经济吗 不是 但因为当初 希望有自由经济示范区 最重要的目的是 要向其他国家展现 台湾要加入TPP 我们要有自由化的决心 我们是要让美国 日本这些国家看的 然后当然示范另外一个效果 是要跟国内交代说 我们进一步自由化 自主开放 不会对国内产生冲击 所以它实际上 重点是在示范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说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比较着重在 都在谈制造业 但是实际上整个自治经区 因为台湾需要示范的 反而是服务业 所以现在过于 琢磨制造业 我个人觉得 譬如说像在谈中国农产品 要引进又加工 这个实际上就跟 自贸港区的功能 已经有重复了 那可是所以自治经区 是不是要纳入这个已经有的功能 其他的自贸港区已经有的功能 我觉得这个要再思考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要思考的层面是 农产品 我们现在之所以禁止中国农产品 813项产品进口 应该要去思考的是 为什么我们禁止它 这个实际上在马政府时代 我们就已经禁止这813项 而这些产品呢 实际上是因为跟台湾的农产品 像红豆花生 是会有这个竞争性的 因为它价格很便宜 所以如果我们在自经区 去做这样子的农产品开放 然后又加工的话 实际上可能确实会 对我们本身的农产品 会有这个替代的效果 所以就是自经区 纳入这种制造业加工 或许会让这个 所谓高雄的食品业发大财 食品业者发大财 可是可能会让高雄的农民 是不是苦哈哈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一得一失之间可能要去评价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两大经济强国 袈裟之下生存也好 或者是要依附他们也好 我们尤其在美中贸易大战 又已经开打了 这种情况下 什么样的一条路 对我们是比较明确 而且比较有利的方向 减少损害 而且对我们还能够在 战火当中生存而去发展 第一个 我判断 所谓自由贸易经济特区 在台湾不会成功 然后我先补充一下 就是美国跟墨西哥谈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新版的时候 有提了一个毒药丸条款 就是说你中 就是如果你跟那个非市场经济体 就是讲中国 签自由贸易协定的话 我美国就会退出 等于说你在中国跟美国要选一个 然后墨西哥最后吞下去了 各地赔款也签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 因为美国有跟他讲 很多制造业会从中国测出来 说不定就有一部分会签来墨西哥 那墨西哥想一想有道理 所以就签了 然后再拿墨西哥去 要加拿大也接受 然后加拿大一接受以后 要欧盟日本都接受 这个毒药丸条款 那么毒药丸条款的重要作用之一 就是避免中国用转口的方式 成品也好 半成品零组件也好 先到别的地方去 简单加工贴个标签 变成不是中国出口 然后去赏避高关税 所以如果美国不把这个漏洞堵起来的话 整个贸易战等于白打 所以美国如果要跟中国打贸易战的话 他一定要对付一个地方 就是香港 然后一样的逻辑 他一定要处理台湾 所以美国现在已经说 在台湾保障法里面 提到要跟台湾签制有贸易协定 就是说台湾 美国一定要把台湾拉过来 不能成为中国大陆的成品 或半成品 转一个口 转一个烙一个弯 然后就到美国去 然后散掉高关税 那美国贸易战白打了吗 不可能 只要美国还有这个办法 还有脑袋还清醒的话 他一定要来管住台湾 不要成为一个漏洞 贸易战的一个漏洞 所以对台湾来讲 也两个选择 一个是向发达国家来靠近 连结 一个是向低工资国家来连结 降低成本 一个是提高价值 所以台湾的选择 到现在可能还是得一 就是靠向美国这边 美国会把中国经济打到 让亲中的政策走不下去 那你为这个我们未来 可以铺出一条 要看见的这个愿景 不过未来这一两个礼拜 也还是在动荡当中 就是可能的谈判的最后 会有什么样的进展跟结果呢 我们拭目以待 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探导到这里为止 非常谢谢各位 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